最近有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 为什么人民币一直在生殖 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广场协议签订了以后 西德尤其是日本人也在问 妥妥的这个民族自豪改 认为国际市场对他们的需求增加了 认可了 他们甚至可以买下美国了 有非常大的信心 实际上看一看这个中国几十年来的这个经济发展情况 四十年的这个循环 我们一般说六十年是吧 一夹子一个循环 这次没到六十年 四十年就来了一个循环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 外国商人是真金白银的过来投资的 实际上刚来的好像还不全是外国人 至少到今天为止很多中国人 还认为他们是同胞 那 譬如说来自台湾 来自香港 来自美国的华侨 那么这些投资呢 越来越多 实际上最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也一头朗进来了 那么 外资这一块 形成规模以后 越来越多的财团 不断的进入 他们拿什么来投资呢 他们又不会赢人民币 他们拿的是美元 是吧 英镑 日元 来了以后 他们要委托这个中国人民银行 把他们手上抓的外汇 要换成人民币 换成人民币以后 可以投资 可以买地 可以租房买房 可以雇人 可以发工资 可以在中国内地采购 他们所需要的原材料 那么这一赚下来 40年了 第一批投资到中国的人 可能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就算做买卖不挣钱 40年来 土地升值了多少倍 那原先给他们划播的 是吧 低价买的 送给他们的 这些土地 现在都升值了 包括外企 在中国的员工 雇员 有一些人 在中国服务期间 买了中国的商品房 现在呢 只要你把他卖掉 都是钱 现在我们听的最多的是 撤资 因为实际上 他真是在撤资 别的国家你说 你看不到 是吧 有一些国家 譬如说像美国 他承诺 要帮助他的企业撤离 要包赔他们的损失 但并没有形成条文 那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15年16年连续 过来几波这个 政商 组成的 对华交流团 甚至 首相带队 来谈什么呢 谈简化 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过程中 请中国领导人帮忙 而且 2020年 日本出台了明确的政策 大概划拨了将近60个亿的美金 来帮助 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并且在 其他国家 重新安排 生产线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人家当年拿的是美元 拿的是硬通货进来 走的时候怎么办 是吧 我们经常说 他不能开一卡车 这个 人民币 是吧 开个卡车 拖一卡车 人民币回去 那他就只能把它 重新再换成外币 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帮助 中国央行 守住 会市的 实际上 不仅仅是共军 还有美军 美国的这个合作伙伴 世界各国的财团 他们在撤离的过程中 他们不能看到 人民币崩溃 因为这是 有备于他们的经济利益 对吧 他希望你升值 他希望你升成跟美元一比一 这样他拿回去的钱 比他预想的要多更多 比他正常的利润要更多 这我觉得他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 这会儿在捣乱的不是中国政府 而是美国政府 纽约刚刚宣布这个 按照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一月份有三家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通讯公司 要除牌 哪三家呢 是吧 移动 联通 电信 这三家公司中 这个移动呢 应该是市值最大的 大概是1170亿美金 就在美国的市值 那么联通跟电信 都是一百多亿 两百多亿的这么一个规模 那么这三家公司出牌 退市 这就涉及到 又要突出一笔钱来 因为 美国投资人 在美国购买 中国公司的股票 他用的是美元 在美国上市的非美元 非美国公司 一般他采取的叫 纯托 凭证 或者翻译成这个 预托证券 他是由美元来结算的 这也就意味着 原来吃进去的钱 要吐出来了 国亏 国库又空了一块 未来会有更多 因为 按照川普的行政命令 11月份的这个 出台的行政命令 那么依据国防部 给他的清单 一共他列了 30一家公司 有可能是 中国军方股份的 他不能让美国的投资人 帮助中国军方 扩大他们对美国的威胁 是吧 这领大帽的戴在头上 谁也没办法 对吧 很多人还在解释 这三家公司也在解释 到现在为止 没有接到这个退市的 这个这个通知 但实际上 汇市出现反应 人币对美元的汇率 中间价下调了 159个几点 未来几天 当这三家公司 正式接到 纽约这个 证券交易所 发给他们的这个 退市的通知 可能还会下调 所以真正冲击 汇市 让中国汇市 保持强劲增长的 这种力量 这次 有点令人感觉到意外 是吧 但无论怎么说 撤资的这些企业 他们想带回去美元 他们要带回去 英同伙 他们不希望 人民币短时间内 出现崩溃 这是真实的 是吧 第二个原因 就涉及到国家层面了 人民币升值 当真是好事吗 对你个人可能 这个不算坏消息 是吧 你在国内卖个房 你转移出来的钱 变成美元 它更值钱了 更多了 比你预想的要多 原来是7 现在是6.46 但对中国的制造业 不是这样 中国的制造业 出口的过程中 人民币的升值 实际上是降低了 你的国际竞争力 原先就有一些 这个涉及到各方面的 政策性的制裁 有一些国家 依据这个反倾销法 对你有一些约束 现在汇率的调整 变得让你出口的成本 越来越高 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实际上下降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正在撤资的 这些企业 它要在其他国家 生根发芽 所有的生产链 迁移的过程中 它需要有一个保护性的 扶持它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本身这个良品率不高 这个优势不大 人们消费习惯各方面 还有点心理打鼓 原先我们买的是中国的 历史悠久 经过考验的 突然说你变成泰国生产 越来生产 印度生产 你的质量怎么样 那现在有个好处 质量还是不咋地 但是价格低 对吧 中国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它出口的东西 同样的一件商品 事实上成交价上涨了 对吧 所以人民币升值 同时也在遏制 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是一把双刃剑 从长久的情况上来看 升值不是好事 反而是个坏事 因为国际范围内 你占的份额 不会长久的增长 从现在看起来 2020年有一个短处的突起 这是因为世界各国 在调整的过程中 还需要你 那目前 把你剥离出去 它没有这么快 它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替代性的增长 在增长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的竞争力降低 那别人 替代你的可能性 是不是又增加了呢 实际上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说来说去 很多东西都是历史验证过 在其他国家身上都发生过的 那么轮到这个中国出现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增加 感觉到上升了 就看不清楚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人期盼 人民币会快速的崩溃 实际上快速的崩溃 对所有人都是一个灾难 因为没有人是真正准备好的 大清这个灭亡的时候 他的GDP还是世界第一呢 前苏联崩溃的时候 整个国际社会 也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今天呢 你不能确定 共产党明天就倒台 但如果说 货币出现大的崩溃 他怎么办 他的冲击将蔓延到 整个国际结算系统 理论上来说 把人民币 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这是一个有序的动作 当这一步没有做到的时候 人民币就崩溃了 整个世界的结算系统 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这会导致 整个世界经济的灾难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把它理顺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动作 虽然很微妙 但是它实际上是符合经济规律 最终中国的会市 会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处 就又回到那种双轨制 你又会在银行门口 见到黄流 甚至你再也不需要外汇了 因为你既出不去 也没地方花 币值即便出现了一比一 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影响 基本上只能当化化开 所以特别关心这个 人币升值的人 实际上并不多 因为它影响到的人并不多 只是可能在某一些人身上 这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但对大多数中国的制造业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中国政府现在是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心情比较沉重的面对这个数字 其实它不希望这样 因为人币升值了 就意味着它要吐出来的外汇 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真实的美国政府 现在采取的政策 就是逼着你在美国 曾经圈过钱的这些公司 把钱吐出来 你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对外交往 你又不能不认账 现在是三家 未来还有二十多家 可能今后还会有更多 它的国库本来就是靠借债来支撑的 外汇储备 数字上的储备 近的也就八千多亿了 怎么面对这一轮 金融上的攻击呢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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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